新庄生命紀念館個人骨灰櫃 因為使用率已經達到飽和的狀態 僅能盤轉現有空間 所以針對舊有不膚設施必須透過調整 才能夠更合以個人骨灰櫃的使用 以緩和民眾現有申請的需求 新庄區長朱世榮也向外界說明 這項政策工程實著的概況 新庄生命紀念館的骨灰櫃的數量 已經到達飽和的程度 經過了盤點 我們將一樓原本現在民眾 比較沒有在使用的中型的骨灰櫃進行改裝 除了改裝這200多個骨灰櫃之外 然後也陸陸續續的新增新的骨灰櫃 包括一樓還有三樓和3A樓 總共會新增846個骨灰櫃 在今年1月6號已經開始動工 目前正在加緊的進行 希望能夠在3月底4月初的時候 開放給民眾使用 針對各樓層逐步施作骨灰櫃增設工程 依照現況空間施作 總計可以增加到846組左右 區長表示這項工程 預計在3月底完工 並開放供民眾使用 不過就施工期間 可能會造成民眾參拜不便之處 區長也有所呼籲 當然在骨灰櫃在施作的這中間 包括施工的動線還有民眾參拜的流程 多多少少會讓大家有一點不方便的地方 那為了我們這個工程順利的進行 也為了大家出路的安全 也希望大家依照現場指示的動線來行進 位在新莊區壽山路段上的這座生命紀念館 維新北市的公立納庫塔 區公所表示 有關骨灰櫃增設施作工程 目前正加緊腳步 期盼能夠在今年3月底主期完工 記者黃又嫻新中報導